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96x聊球平台 我是你们主持人李恒瑞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今日课题 就是关于East BISUMA的转会了 没有错 热刺今年夏天并不是开玩笑的 看起来会敲定第三笔的这个前约了 目前来讲 他们还跟recarlison传上的绯闻 如果大家还没有看到那一整影片的话 可以去我们的这个 youtube频道上面去观看那一整影片 前几天我们才去聊聊说 这一个recarlison如果加盟到热刺的话 他可以给热刺带来这样子的改变 是否是一个名字的前约了 今天的话 我们把这个聚光灯放在了BISUMA身上 仍然是热刺的转会 不过这一次的话BISUMA 感觉上会是一个潜在的 公关性的灾难的前约吗 还是说他会成为今年夏天窗口 最佳实惠的前约之一呢 别走开 今天的今日课题一起跟大家聊聊 BISUMA转回到热刺的转会新闻 96 ACE play hard in 和前进用不退缩 96 ACE play hard in 和前进用不退缩 没有错啦 热刺今天在转会窗口上面啊 没有在开玩笑 没有在跟你玩完的 他们就非常认真在搞重建跟补枪的动作 之前我们已经讲了Daniel Levy 而外的注资1.5亿银帮 给他们的这个转会资金过后 他们到现在为止虽然讲完成了两笔钱 可是一分一毫都还没有花到 Frazer Foster 跟这个 Ivan Perisic 两笔都是免费钱员 然后Ricarlison 最近穿上绯闻的话 目前还没有敲定那笔交易 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 他们又要接近完成多一笔这个交易 就是BISUMA的这个 钱员了 我就只能讲上个赛季 若是能够完成第四名 对他们接下来发展 是多么大的一个成就啊 是多么关键性的成就啊 看一看上个赛季 他们如果没有在这个银潮排行榜里 第四名完赛的话 阿斯纳最终是利亚他们拿到第四名的话 可能今年夏天走回窗口 看到的这个情况就是Herry Kane离开了 这个Song Hjoeming 也可能会寻找离开球队的机会 这一个Konte也会选择离开 这一个中场的重建啊 前锋线上的重建将会陷入到 非常非常混乱的一个局面里面 可是就是因为他们上个赛季 最终拿下了第四名啊 现在这个Konte选择留下来了 然后Herry Kane啊 感觉上也会选择留在热刺啊 继续相信热刺的重建 Song Hjoeming也会选择留下来 然后现在来讲的话 Ricarlison即将要加盟 然后Pat Rishish啊 Frazer Foster都已经加盟了情况底下的话 热刺的重建跟补强啊 看起来是搞到有声有色 现在来讲的话 Mitsuma的这个加盟会更加的 去装大一下热刺的这个实力了啦 我就只能这样子讲啊 热刺上个赛季可以拿到前四 对于他们接下来这几年发展真的是 非常非常关键性的一个转折点 如果热刺在接下来这几年内 真的复苏成功 真的可以打破球队的这个冠军黄的话 上个赛季拿到第四名的这个成绩和创举 会是占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关键因素 毕竟Conte的流队某种程度上 会让这一个热刺增加更多的这个 吸行的能力 除了欧冠足球优惑力 他们可以提供以外的话 Conte这个名帅继续留在热刺 可以在某种程度上 转回市场交易上面来讲的话 增加一下热刺的魅力 让这些球员知道说 哇去到热刺的话 现在他们是真的有心在搞重建的 他们的老板刚刚注资1.51银币 这个俱乐部 然后他们的主帅是非常有实力的名帅 Antonio Conte Harry Kane会继续留队的话 宋康明会继续留队的话 他们的实力是有 足够的这个底纹 跟足够的这个底层 在做一个球队的重建的 他们的这个地址已经打稳了的 接下来的话 任何加入到热刺计划的这个球员 都是在壮大热刺的实力 刚刚我们就讲了的 Recallison 如果加盟到热刺的话 可以帮助他们增加一下 风险的这个实力 今天的话 今天的主角 Bizuma的话 如果增加到 这加盟到这个热刺的话 当然他会就是增加到 热刺中场厚度的实力 毕竟目前来讲的话 老实来讲 这个Harry Wings Oliver Skid 可能都不会是 这个Antonio Conte 最器重的中场球员 他现在最器重的 可能还是 Hoybeer跟这个Bentoncourt吧 就看一看 说Bizuma的这个加盟过后 会不会给这个 Conte带来幸福的烦恼呢 还是说 Harry Wings 跟这一个 Lukas Mora 会像是这几天的传门那样子 被热刺当做这个 转汇筹码 交换到这个Averton 换取Vicalison了呢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一下 那 不过今天的主角 还是在Bizuma身上的话 这一个 转回大神Fabizio Romano 也是出来讲明 那这一个热刺 已经是准备好完成 今年夏天的 第三笔的正式圈圆 可能就是 第一笔的圈圆面 正式要用到这个 1.5亿的这个转回资金了 那 目前来讲的话 Bizuma 已经跟这个热刺 达成的这个个人协议 即将从Brighton 转回到Tortment Hospital Tortoham热刺了 这一个合约会是一笔 五年的这个合约 然后 这一个 Garry Jacobs 是第一个出来爆料 然后现在转回大神 Fabizio Romano 也是确定了这一笔交易了 那他的这个价码 目前来讲的话 是在2600万欧元左右啊 目前来讲话 也有英国媒体讲 这个价码是在2500万英镑啊 你这样子讲的都好 这个价码 对Bizuma这种等级的球员来讲话 是非常非常香啊 毕竟之前来讲的话 在Transfer Market上面 针对Bizuma的标价 是在这一个 4500万英镑多左右啊 还是一个接近5000万英镑的权 不过目前来讲话 为什么他的身价 会缩水到剩下一半呢 会以这个2500万 这样低年的价码 加不到热刺呢 我觉得啦 某种程度上 除了是他的合约 只剩下一年以外的话 最重要的一点 也就是因为他去年 陷入到了这一个 司法的这个程序 上面的这个影响 导致说 这个Brighton 有一点想要赶快做清洗的动作 毕竟合约要到期 他又不跟这个Brighton 序业的话 他的这个形象 公共的形象 也是因为这个 厂外死生活的这个不检点 受到影响的话 当然 Brighton会尽可能的 就赶快的做清洗的动作 那去年10月的时候 Bizuma就是曾经是陷入到了 这个性骚扰 跟性侵犯的这个案件里面 在这个Brighton的一间夜店里面 被警方逮捕 然后陷入到了这个死法程序 在未来的这个几周内 也会即将上法庭 好了 很可能 这一个交易会那么便宜的很大的因素 就是因为 他陷入到了死法的程序 然后他也要到期情况底下的话 这两种因素 导致说Brighton宁愿建卖 他宁愿也比较便宜的价嘛 把他跑收掉了啦 毕竟之前来讲的话 Brighton不想要卖他 原因是因为曼联啊 利物浦啊 曼城的阿森那 这些好我们球队都对他虎视眨眨 可是自从他惹上了官司的麻烦过后 这些球队都开始对他金额远之了的 所以他们也知道说 某种程度上在一个合约要到期的球员 然后 又已经是因为死法的关系啊 这一个 私生活下的不检点 影响到了他的身价 球员底下的话 已经没有太大的可能性会有球队愿意高加卖 所以这一次 若是愿意用2500万银棒去买他们的 去从这个Brighton手上接手过Bitsuma 可能也是觉得说 可以了啦 满意了啦 这个价码虽然讲并不是我们当初最想要的价码 可是至少 我们可以摆脱一个可能私生活 不检点的会影响到球队整体形象的球员的话 会是一个可以做的交易了啦 上个赛季虽然讲有一定程度上的这个商品影响 不过也在各赛是帮Brighton T的28场比赛 有两球两助攻的这个 这个路障啦是可以替防守中场 可以替中场的这个球员 所以他在中场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多样化的 Bitsuma的这个球员来讲的话 我还是觉得说会是一个潜在的公关危机 就像刚刚有提到的一再强调 他私生活的不检点 然后现在惹上官司这个情况 毕竟这一个2500万银棒 虽然讲看起来是个蛮便宜这样 可是始终还是2500万银棒 如果你把这个钱砸下去的话 最终他被判有罪的话 这个2500万银棒可能就打水漂 可能就拿不回来了 可能热刺会面临到这一种 公关的这个要维护公关的形象 情况底下的话 被迫跟他做解决 甚至说要去竞赛他的这些动作 可能到时候冒着的风险 就是便宜的加码 签下Bitsuma没有错 可是你可能没有办法利用到他多少场比赛 就会被迫 把他竞赛或者做解决的动作 因为就像我讲的 过去几个赛季 曼联 利物浦 阿圣纳 曼城 都一直虎视 当然想要签他 可是 就是因为他闹出了这种死法的关系 这些球队对他尽而远之 没有豪门球队愿意给他机会的话 这一次 Tortman愿意给他机会 某种程度上是在他身上做冒险 做赌博了 去赌的东西就是说 他加盟到热词过后 他会更加减点一点 他会更加成熟一点 不要再犯 他在Brighton犯下的筹误 如果他没有办法变得更加成熟的话 那么热词这一笔交易 很个很大可能性 还是有很很危险的程度 会是打水漂 会是浪费掉的 所以我就只能讲了 Bitsuma这一次的话 难能 难能可归这个Tortman愿意给你机会的话 就看说他自己本身 有没有办法变得更为的成熟了 去回报一下热词对他的对他的信任 然后他是一个不错的球员 确实也是 一个我会想要曼联潜下的球员 不过就像我讲的 他的私生活的不检点 让曼联有所缺步 我是可以理解 毕竟曼联自己本身也是有一个球员 因为这个司法程序的关系 没有办法上场 被球队被迫 暂时性对他做这个竞赛的动作 如果之后更严重的话 甚至说可能要跟他进行节约 这个球员不用我多讲 大家应该知道是谁 就是Mason Greenwood 涉及到这个家暴的这种分散 还有强奸锥的分散的话 目前来讲话是大难临头了 很多曼联球迷也是对他有所反感 然后现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 即使Bissuma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球员 抛开这个场外的这个 不检点的话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球员 是一个不错的球员 是一个真的 曼联应该考虑成下球员 不过就因为 曼联本身已经有这一个 Mason Greenwood场外的不检点 已经足够让曼联的球迷 一个头两个大的球员底下的话 我们真的不需要再 潜入多一个 有潜在公关危机的这种球员呢 在这个球队里面 所以我是觉得说 曼联不去抢他 不去尝试签下他 我是可以理解的 确实是一个很可惜 很可惜的一个球员 如果真的给日式减去过后 然后他在日式可以变到更为成熟的话 不过就要看说他自己之后 个人的发展是如何了啦 我个人是觉得说这笔交易是蛮香的 可以讲真的是 今年夏天最实惠的这个签约之一 可是同时间来讲 还是有抱着一定的公关上的这个危机啊 我们就看一看说 Misuma如果真的加盟到热市的话 他会给热市带来怎样子的 这个回报呢 是公关上的危机 还是说还会变到更加的成熟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一下好了啦 这就是今天的个人看法的这个影片 我们下次再见啦 各位先这样啦 拜拜